干棉被纯聊天,抓奸在床不提出 哎呦,这巴掌打得可真痛 但喜鸳鸯欲,算是通奸吗? 未必有 金融友队连过半百男女 投诉宾馆同床购眠 结果男生的老婆 带着警察真心业者来抓猴 但只拍到两人睡在一起 没拍到黑袖 男的友穿上衣,下半身赤裸 女生则是衣着整齐,还戴着口罩 男生说他喝醉了,在床上睡着 女生说他感冒不舒服,躺着休息 警方验卫生纸及床单,也没有任何反应 结果呢,检方认定不构成通奸,予以不起诉 这让我想起来,前阵子桃圆有个也是抓猴的案子 老婆抓到老公和小三,依三不整 监视器也拍到两人热情勇吻 但女生坚称,只有轻轻抱抱 男生则承认,两人有黑袖 结果女生被检方依妨害家庭起诉 同样都是没有当场抓到黑袖 一个没事,一个有事,命运大不同 动新闻综合报导